北市府動產職界處和桃園市警局合作 舉辦了僅用廚藝機車的快閃拍賣 除了一般的重型機車之外 這一回有四輛大型重型機車 所以吸引到不少重機玩家 到現場來看實車 警方表示 僅用機車的飆售之後 相關塗裝都會去除 牌照也會繳修 步步手把測試剎車手感 仔細檢查重機外觀 做好功課 桃園大溪移至保管場 四號下午聚集不少重機玩家 他們目光一致 正是眼前四輛一千三百cc的 僅用廚藝大型重機 台北市府動產職界處 跟桃園市府警察局合作 舉辦僅用廚藝機車快閃線上拍賣 大型重機每輛底價三萬元 他要補貨物稅兩萬多塊 只能十萬塊以內才划算 才能划算 所以等於是十萬塊以內才划算的話 是說是飆到八萬嗎 還是說 不能超過七萬 就是因為他是警察騎過的 所以大家才喜歡 這台三葉一千三百cc的大型重機 具備省油 易操作 低維修率等多項特色 但對重機玩家來說 最大亮點仍是警方的廚藝機車 有莫大吸引力 警方指出這批大型重機服役時 主要擔任辭行接待外賓的前導車隊 不過畢竟是前警用機車 外界擔憂是否被有心人士盯上 飆售後作為犯罪用途 其實我們做拍賣競標之前 我們已經先將那個車上的有關警察的標示跟 那個編號都已經先做處理掉 動指出表示 飆售車輛牌照都已絞銷 得標人繳清得標款 貨物稅及相關過戶規費後 就能重新辦理領牌上路 投標過程採取線上進行 避免被亂出架 導致流標 美人只能對每輛車投標一次 得先繳納壓標金額才能參與投標 記者洪杰謝啟文投影報導